領匯上市時,民間施法發覺政府是否可以將防衛會的資產賣給領匯公司 當時的案件在2005年7月5日在終審庭判決是可以的 當日防衛會有一個在英國請回來的御用大律師 他在審訊時提出消費方法 那一方說房屋條例裡面第四條是說房委會有責任對公共房屋的居民提出適切的設施 其實是沒有指明要入房委會提供的 所以如果房委會賣資產給領匯公司 如果領匯提供就可以了 所以司法復效就沒有效了 當日這位叫做James Gaudy的御用大狀 就說明是有些設施先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一些所謂的穿梭巴士 如果某一條村真的不行的 那就穿梭巴士運去另一條村買東西 或者就是在屋苑裡面其他的公共空間 開多一間市場來彌補因為出售商場 或者街市不足 或者索性開多一間商場在旁邊 跟領匯競爭 就是說他講了四大方法 現在已經過了十二年 過了十二年 我們看到剛才各位講的情形 剛才各位在屋邨講的情況 就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說領匯真的提供不到一個適切的設施 去給公共居居民 OK 所以問題就是當日防委會的大狀 他說的話是引起了一個期望 也是法庭根據這樣判決了領匯可以去賣防委會的資產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在兩年前問了領匯和法院說 我們要拿回中審庭當日的錄音帶 大家可能覺得為什麼這麼格涉呢 因為我們沒有錢 如果你拿個中審庭的審訊紀錄都很貴 我們就打算買些帶回來聽說 到底他說什麼 因為如果你入品的時候 不可能是亂來的 我記得是有證據的 所以已經申請了 很不幸 就是中審庭 現在的法庭真的很煩 他就說 那你拿來做什麼 有什麼理由 是不是訴訟 如果是訴訟我才會給你 現在答了他就說 是 我們是訴訟 未必是施加覆核 可能是施加覆核 但我們聽了那個 那名帶說什麼 因為我們憑記憶而已 就算當時代表 老婆婆 那位大狀 現在變成資深大狀 判棄都是記得的 但是要有實際的根據 所以各位 我講了這麼久 事實上也是一件冤案 因為防委會的愚庸大律師 就是得到防委會的指示 才向法庭做一個這樣的保證 從而令到當日的司法法 是我們敗訴的 所以 你現在要賠出來 賠的意思是什麼呢 所以 對於所有 因為 防委會出售資產 而引起的損失 防委會有責任去補救 我舉個例子 這個啟業村 已經說過了 茶餐廳也沒有了 有一間 最多人去的 那間叫金燃 我在那裡吃了二十多年 它現在沒有了 另外一間茶樓也沒有了 因為 全部人都在那裡開飯 很多人都在那裡開飯 很多人都在那裡開飯 是不是 醫生沒有了 因為 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叫公屋醫生聯會的人 的團體已經在那裡吵 我們想在公屋那裡開檔 開不了 因為領培不受我們玩 情況壞到 就是 那些提供服務的NGO 非政府團體 或者政府本身 想在那裡 領培都是趕他走的 因為你的資產已經賣了 所以 我現在跟林鄭又說 她真的不好玩 她是不是要梁國雄來剷這座山 我覺得很好笑 一個特首 在那裡說三座大山 就是抄毛澤東 就是當馬東有說三座大山 那些人拆鞋真的拆得很厲害 動一下都三座大山 我現在跟林鄭又說 你說三座大山 我記得我四月那時還是議員 我去示威 叫你做點事 你就說三座大山 現在我已經不是議員 還有一個 你要記住老婆婆 老婆婆當日去做私家覆核的時候 是不用坐輪椅的 現在已經在坐輪椅 你欠他那些 全民退休保障也不好計 你還回公道給老婆婆 因為打官司的時候 政府看過 是防委會向 終審庭說謊 促成了今天 現在我們這麼多人坐在這裡 有口佳 悲慘 我現在跟你說 如果你要到梁國雄跟你剷這座大山 還要我去打官司 那我告訴你 你就真是 不能留方百世都為仇萬年 你記住 你說過有三座大山這件事 其中一個就叫領活 麻煩你快點處理這個問題 我現在公開宣佈了拿個餅帶 就是要拿回公道 唯一一個已經 就是 被人騙了十幾年的老婆婆 有機會 沒眼看見你們的人 沒記住 沒記住